中华民国112年8月29号星期二 我们刚才听的是Richard Marx Endless Summer Night 大家如果是Richard Marx的谜 粉丝好消息 9月30在高雄社交馆 9月29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 有他们的演唱会 应该是说我们这个疫情结束后 大家就可以欣赏到很多国际级的巨星 纷纷的会巡回世界演唱 那这个Richard Marx大概应该有很多粉丝吧 终于他可以来到我们台北了 还有高雄9月29跟9月30 请大家可以开始准备了 准备你要应援的东西了 可以上网看一下要怎么买票 好我们今天因为有很新的 昨天的热腾腾的消息 所以我们今天呢 就是非常的应急 就是直接的就是要来做这个茶水煎 好这个茶水煎最终在也会怎么整合 因为今天翻翻写这个配的时候 我觉得他太厉害了 感觉就是曾经在那个汉堡素食店做过 你知道他每次那个素食店推出一连串 就是说你是要汉堡配薯条配圣袋 还是汉堡配薯条配鸡块 还是汉堡配沙拉加咖啡 哇那你知道他只要推出这么多那种 一二三四五六的时候 我觉得不看我就很明确的知道我要什么 可是当我一看到那个一二三四五六那种各种组合 对不对 我就懵了 我会完全不知道要买什么套餐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 因为我们最年轻的应该就一分嘛 然后第二年轻的就翻翻嘛 对不对 反正你会要买哪一种套餐 我要先让最年轻的先表态 最年轻的吃不吃 你吃不吃啊 我吃啊只是我都挑最便宜的 哦这么明确 对啊 可是我觉得套餐有很便宜的吗 现在套餐有没有两百以内的 有还是有 还是有对不对 那也叫套餐是不是 对现在还有 也有也有那个吗 三菜一汤吗 最便宜就没有三菜一汤 我今天才看到有推出这个各大素食店 有推出应该算是中原特别版吧 就是有龙虾跟就是那个面皮变成是肉 那超贵的 我现在就觉得说 道理它是有三十万个限量 就是熬虾宝 熬虾宝还有一个就是 用那个面包用肉代替 也就是说你没有淀粉了 你的两片汉堡皮就是用肉 用肉代替宝 然后还有或者是鸡 哇那你不觉得太棒了吗 就是海陆啊 纯纯纯海陆 那可不他就说有四片肉 加中间的起司跟芹菜 那可不可以每一片肉中间都再加起司 那我们就会吃到四片肉跟三片起司 然后血管可能也会堵住 然后就要多吃那个 纳豆红菊 来清一下吗 太危险了 因为我看到那个 他说这个你会不会接受 因为通常这种价位大概 如果纯肉片的大概就要两百多 快三百 那如果是熬虾 他记得来自寒冷的水域的野生熬虾堡 可能要三百快要四百多 套餐要四百五你会接受吗 套餐 他的熬虾是就是一整片虾肉 还是 你看不到 看不到壳 他已经沙拉了 就是 对我就是不想要那种剁烂 然后变成主要是美乃滋 看不到的 其实主要是吃美乃滋那种 对对就有时候我们去吃那个半多的时候 他说那个龙虾有些是整只是蒸 加龟鸭鸟有些他就是给你剁到没有肉 做成三明治 对 那你要哪一个 三明治是蛮好吃的 就龙虾三明治 好跟清蒸龙虾一整只看得到 我要看得到的肉 你要龙虾一整尾 看得到虾头虾尾 嗯没错 然后可是一人夹不到一块 因为转到你的时候可能肉已经没了 对不对 他如果没有分的话 就乡下版的很多都是没有分的 就可能不能找太多长辈去吃 备份不能差太多 都是同学的话比较好强 没有我会知道 我先把虾头对着我 对这样 因为有时候那个龙虾太小 你其实一个人吃不到一口的 对啦这倒是啦 如果是以分享来讲 那当然是美乃滋的那个 给你看不到龙虾肉 抱歉 因为我真的太讨厌美乃滋了 对因为他真的看不到虾肉在哪 就已经给你剁到碎了 龙穴 龙穴三明治 我甚至觉得那个如果塞那个小小的蟹肉条啊 吃起来会很类似欸 喔~~口感 口感跟那个海味有没有 其实蟹肉棒 蟹肉条 差很多欸 我说的就是会煮进火锅拿那个塑胶片 外面的那层果纸啊 一分灯出了 喔 他已经不能跟我们讨论了 你知道有包一些可以吃的纸的 我知道我知道 就核桃 尤其是你南部核桃糕那种系列 对不对 那就好那就好 所以说蟹的那个不能吃吗 那个塑胶 他明显很硬欸 好为什么我会这么问你知道 因为火锅那种东西我从不加 我也不太吃 对我也从不会吃 我都跟他说你换成青菜给我 后来他们都会回去 你可以不要 但是我们不会换青菜 做这么硬 很硬啊 现在换东西 好坚决喔 而且他说我们火锅料没有再换青菜的 不然你就点素锅 哇那他做生意很坚决 就在我们这条街啊 我们这条街好险好几家 吓死我了 我们这条街 我们有好几家店 不过我觉得 因为我之后去吃的火锅店啊 都已经有这个基本的逻辑 他甚至会问你说 你要菜盘多吗 还是你是不要火锅料的 你是要火锅料的小菜盘还是纯菜盘 就好像我觉得好奇怪 你知道我们的小火腿 大陆可能是叫肉肠 小火腿是什么 就是有一种火腿 好像嘟嘟火腿那种煮火锅的啊 或者元素鸡会卖炸的 小香肠的感觉 对对对 我知道那个 那个也是火锅料系列 好不说了 请各大火锅业验车票 不好意思 但是希望可以换蔬菜啦 因为现在大家要健康取消 所以就刚才讲说 没有 因为蔬菜贵 几片高丽菜是不是多贵 有些就换一些高丽菜而已 哪有很贵 你又不吃高丽菜喔 所以我一跟他说 可以不要高丽菜 他更不理我了 反而会豆芽菜 因为愿意让你换蔬菜已经不错了 你还要问他说 那你们今天蔬菜有哪些 后来他就直接说 我们只有一种 非常坚决 而且后来我就跟他说 那不用了 因为他真的就只有那一种 我不吃了三个字 哇 怎么会这么刚好 昨天那个旅读 他在讲槟城的那一集的时候 对不对 可能我们讲讲太西文 其实他里面有很多 人文的东西在里面 他里面有一个 讲一个 一点一寸长一撇到南洋 南洋有个人 一点一横长一撇到南洋 南洋有个人 只有一寸长 对不对 这个讲的南洋 所以他是用这个开头的 其实借文有在 把灯迷的影子放进去 那个字是什么 哪一个 哦 府城的府 一点一横长 上次自己答对了 一撇到南洋 南洋有个人 只有一寸长 对 这是觉得他们人比较娇小吗 对啊 为什么会 有这个到南洋 这个字呢 对啊 为什么会到南洋 对 东西南洋 因为它的方向啦 一点一横长一撇到南洋 南洋有个人只有一寸 它的撇是潮南 潮南 坐北潮南 坐北潮南 好 那我们今天呢 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呢 那昨天呢我们的 重磅消息 重磅消息 就是明天我是否一样爱你 他正式宣布要参选 对不对 要连署登记 那连署登记预估应该是 应该是有把握会过关嘛 如果不过关我们今天这个题 假设就没有办法成立了 因为我们call in的 之前看起来的比例是会过的耶 起码都有1.5嘛 因为有些蛮多支持者 尤其是我们这个粉丝群 所以我认为说 他连署一定会过关 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 假设呢 我们明天依然爱你 他连署过关了 也正式参选了 那是不是我们要开始觉得就是 提出副手怎么配了嘛 不同政党可以配在一起啊 因为郭董说 他主要就是为了在野整合嘛 三只小猪 他为了在野整合 所以势必他的意思是 到最后是 我牺牲来促进团结 就是不会是四位 听起来像是不是四位 可能变三位或两位的意思 所以说我们只能在这样的组合里面 去猜想说会不会 最好就是三主变两主 三主变两主 是最好最完美的 三主变两主 一定就很集中啊 可是我们现在要先四主变三主 三主变两主 这样子的见景师 对 知道这个要怎么收呢 怎么收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探访一下 我们滚动式的call in又开始了 我们茶水间民调 最准确 但这次不是支持谁 这次不是 这次这个配呢 连我都真的是非常的 一头雾水 但是我觉得大家也不要讲一二三 你只要讲得出 你知道这个是概率 不用讲一二三 对对你只要讲出你希望哪两配在一起 我们先说我们现在是什么选择啦 因为就以如果以所谓在野大团结的话 来 有猴科 有锅科 有猴锅 或者是猴退 其实猴退是不是就是 就是国科啊 不一样 不一样 放进选项 所有可能都有 因为不确定 因为搞不好就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不可能的事情就发生了 对想说他现在可能已经 准备规划出国旅游了 他本来想躺着就是躺平了 原本可能还有一点就是拖着额头这样子 稍微看一下电视 有点小苦恼 现在应该是已经完全躺大自行 就是我赖你 对不对 但是赖本来想要订那个 香格里拉拉萨萨萨样了 就是昨天听了我们节目以后 但是因为我们今天做这个民调 不无可能 你知道因为一切来讲 我有举个例子 如果三个人同时加入民进党 就很难说了 什么意思 如果同样我们都是 都是都一个党的时候 这个选项 就全部我们一起入民进党 所以就 这个已经要到平行时空去了 我觉得这个几率实在是低到 你不觉得这个很有趣吗 都没有人想过吗 大家想说 你是蓝白白蓝白绿蓝绿 可是最后都没有想过 我们全绿 这就是拍台湾人民的整人大爆笑 这个就是 不是 这已经是整人的等级 这也叫投降输一半 对 不会全输 干脆就是往可能胜利者靠 对 就是我们都是全绿啦 大家都有没有什么好分咯 大家没有什么好分 我们就一片绿岛 绿油油 终于我们又重回了绿岛小夜局 好我们今天呢 0225 099 933 那我们今天如果说你的配 应验了9月20几号 其实11月27号才正式开奖 可是不是要领表登记 因为他登记不是是 22到24吗 反正他就是一个时间 所以就是说我们今天做这个 要11月才能公布 他们是否可以领到我们的配配包 对啊 我们这就是一个投递 未来的盒子 可是我们的礼物已经买好了 对不对 还是这样子好了 中间还有两个月的时间 我们不断的往我们的 翁翁配配包里面加料 可以 对 就是让他更丰满 这样预测才有意思啊 因为插的有 就是时间还很长 时间长然后礼物多 嗯 好不好 好我们再讲选项啊 你觉得要和猴磕锅磕 猴锅 猴退 磕退 锅退 赖退 不是你要啦 是你觉得会怎么样 那为什么没有 为什么没有赖 赖磕配 赖锅配呢 赖磕配呢 哇这已经是数学题了 所以我才说这个超级 你知道这个就是你要算1A2B 1A3B 因为郭董说这是在野整合 所以在野应该不会整合到执政党去啦 我是这么想的 赖不缺 因为你刚刚都说另外两个也会加入 民进党的话 那我还真是 选项有点无限多 全力啊 那不就全赢了吗 我就昨天就想到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是历届所有选举在选前最复杂的一次 而且几乎你很难预测说我们会怎么做 就是达到什么样的预期这个结果 几乎没有人能够预测 就是到目前发展 自昨天到现在说真的也不到48小时 但是已经很复杂了 超级的 连我光看翻翻绞尽脑汁配出来的这一盘套餐 我觉得光是有些风有听都听不懂 但是我觉得非常简单 我们这次就是你希望拿两个配奖就好了 但是也有就是说你希望谁退 退也是一个选项 希望也可以 以退为进也是一个选项 对你以大事作为一个分析 觉得现在风向或是未来风向 你看郭董的那个记者会 你感受到什么 我感受到鸿海股价惨了 据说百元以下可加吗 那真的是有人有内线 如果是这样的话 所以我觉得这个要知道 我们这样子不管怎么说 我们的那个配配包 我们的礼贷在11月会送出去答对的人 就是正确三 他们是怎么登记的这三组 不管你是正式负 这个我们不用管 只要讲出是哪两人 组合正确不用管正或负 那我们的这个配配包的大礼包里面 一定会有四个颜色 就是绿 红 白 只有三个色 红 蓝 绿 为什么会有红 为什么会有红 请谨慎发言 为什么会有红色 我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可能是以红绿灯来 是会有蓝 绿 白 法国国旗为基地 蓝 绿 白 对对对对 一定会有这几个颜色 而且也接近圣诞节了 所以我们的 我们一定会有和谐的颜色 在里面的礼物 对我本来想说 今天要不要公布礼物内容 但是我想先不要 因为会更多 会加一直不停的加进去 先不用 不然我们先看一下民调好了 民调他们是怎么想 民调目前 希望的是哪些人配 因为我看到的是昨天的 今天不知道怎么样 因为今天好像有一个民调 也很有争议 不过昨天当那个郭董一宣布的时候 四个民调 我们的赖是33% 支持率19% 我赖你是 我赖你33% 猴头姑呢 猴头姑是14.6% 柯宰剑 柯宰剑18.5% 倒数第二 锅烧面呢 19.2% 所以以再也来讲 目前 这哪一家的名字 郭董的是 Yahoo Yahoo都是网路 比较是网路投票 对 但是没有意见的也有占14% 就还没想法 还没醒过来 我自己也觉得有点难 这一次有点 所以其实因为没有人抠近进来选 他们现在也正在 挣扎沮丧中 02-2509-9933 请大家要踊跃的提供 你们心底的组合 我相信如果我们现在题目换成 就是郭董昨天宣布参选 各位猴粉们的想法 就会很多电话打进来 各位养生猴头姑的爱好者 我们现在养生猴头姑的爱好者很多 02-2509-9933 哈喽你好 你好 我是嘉宜 嘉宜怎么称呼 我姓陈 嘉宜陈小姐 好你心目中的组合 我觉得郭董如果跟柯文哲配 应该胜算比较大 你等一下电话不要挂 因为如果你配中了 我们的配配包会送给你 好你是说郭董跟柯P 柯文哲对不对 他认为胜算很高 好电话不要挂 电话我们要留你的电话号码 好02-2509-9933 02-2509-9933 我们今天茶水间之最终再也会怎么整合 然后呢是要告诉大家说 你们心目中的组合是什么 哈喽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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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请问贵姓 我姓杨 杨杨姐住哪里 我住在台南新营 台南新营哦 高铁是不是在新营一下 没有在铺子 嘉宜铺子 高铁是在铺子不是在台南 如果离心营比较近的话是 副子 副子比较近 哦 好 就是台南的最 比较北心 比较往前面 对对对 比较北心 好 台南杨小姐 来请问你要 你希望的组合是什么 我也是觉得是郭柯 郭柯还是柯锅 柯锅 我们还是要问清楚 对不对 也就是说虽然我们念郭柯 其实你是觉得柯锅嘛 对不对 对因为毕竟他是大老板 他决策是公司决策比较好 国家应该 探极 对 很多人是觉得他会让我们国家有钱 我不骗了 很多人哦 对因为他有钱啊 有钱等于说 如果要行一些政策或是怎样的话 他有钱可以推动 就好像美国人第一次选川普的时候 也是觉得他是一个很成功的商人 对 所以会让国家的财政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对 等于说国家没有钱他可以出啊 他的钱没有可以养国家很久啦 对啊 但是他有一些政策的确是蛮吸引人的 就是很多红利 很多红利 好 对啊 可是问题是 等于说他对 他对于政策方面还不是很熟啊 哦 你要教他 我们就是他的老板啊 我们所有人民都是我们选出来人的老板 对啊 因为我们还是 我们才是最大的 因为我们手中有选票 OK 那个台南杨小姐你的电话不要挂带 我们要留你的电话 如果你配出来了 我们要把礼物宅配到府 好 谢谢 感恩 希望大家你们心目中的组合 都可以在11月公布的时候 可以完成一个组合 最好的组合 你认为的组合 02-2509-9933 哈喽你好 哈喽 02-2509-9933 哈喽你好 喂 喂 好 我们这个电话 可能是因为太多人想要投票了 所以有一点 有一点 有一点爆满 02-2509-9933 哈喽你好 你好 你把收音机关掉 谢谢 好 请问怎么称呼 我是阮 阮 哪里的阮先生 我是中立 中立阮先生 那你希望的组合是什么 我希望是 是 沟河配 但是 但是以后可能是要沟沟沟配 喉沟配比较有可能 喉沟配 但是 喂阮先生吗 喂阮先生 是 是中立嘛 对不对 对 你说你要 你希望的是 锅 喉沟配会出现 喉沟或锅喉嘛 对不对 但是哦 但是我是希望是 沟沟啦 因为沟沟比较 比较有意义啦 为什么 会把他们两个 类干肉 搁掉喉咙 好暴力 不鼓励暴力 不鼓励 grants 他笑得很开心 Cela 因为国民党不用换猴 所以只会有猴郭配的出现 我们就拉锅就对了 OK 我知道了 你就是猴郭配或郭猴配都OK 只要是这两个人就对了 是吗 OK 谢谢 希望你的选择满意 但是最后有暴力倾向 本才不鼓励暴力 而且刚才笑的有点像是金生奸笑 零二 烧到自己心里最软的一块 零二二五零九九五三三 哈喽你好 哈喽 哈喽怎么称呼 小草莓 哪里呢 新北 新北不是新竹 新北小草莓哦 对 那那个 我猜我觉得 你要支持不是你猜 好 好 那就是那个郭栋跟那个猴友谊 好 就果栋跟猴 果栋是果董吗 对对对 OK 果栋跟猴头菇 嗯 没错 一个退火一个补 呃 我自己认为 因为我对政治根源不深 但是我这样看他们这一次就觉得 好像果栋就是 那个猴的话 他的自我意识没那么强 然后那个如果是磕磕磕的话 自我意识太强了 我觉得他没办法 当老二 对 嗯 对对对对对 然后可能国民团要真的要团结 如果他们想要参与这一次好好参与选战 然后有一个人可以因为我们是民主国家嘛 还是以民意为主 一定要有一个人懂得整合 好 对 明星很重要 所以你认为整合势在必行 当然啊 因为我们是一个民主国家 我们台湾人 我觉得台湾人其实 就是有时候我都看YouTube的新闻下面留言嘛 我觉得其他人每个人都 很热衷 你当然就是对民主素养 其实都有一定有一定的基本水准了 对啊 对对就像我们有时候可能在 尤其是因为我在台北市上班嘛 尤其是你听到一些字眼的时候 也许大家会情绪化的表示一下他的意见 可是最后大家都会说我们要爱台湾 我们要为台湾人着想 我们什么路 什么才是对我们台湾最好的安排 你是在那个iPad刷卡的时候听到这些吗 对也不是 就是从事捐茶水间我们会聊天 真的有茶水间哦 果然是茶水间 果然真的是茶水间耶 我自己就是得任知道 因为我们家的人是深绿的 对然后我是中立的 民主思想你不要好 没有他们不是说他们家庭很民主 那等一下那你们家这几天都带着微笑咯 我爸妈不会去干涉我们的政治病障 没有我是说这几天他们是不是很开心 我爸妈不是这种人耶 那难道他们很不开心吗 他们大致上也是跟我一样 会认为说你自己观察 然后我觉得他们会认为说 其实某政党也其实也有好人坏人啊 也有烂的地方啊 当久了一定会有烂的地方 有大头症的人还是 一定会是人性 对啊会不会你爸妈其实都在你们家的厨房讲说 你不要那些欢喜啦 就说他们又掩饰自己的太开心会不会 我爸妈不是这种人 那你就赶快把他说服啊 那这样子爸妈不算深律 没有很深律 那你爸妈绝对有可能会支持你的选择 不够深哦 但是我觉得我的观点是 什么才是对我们常常最好的安排 没错 对我就应该要从这个方向去思考 没错没错 我觉得你的选择应该很多人 好 我跟你讲很多人应该也会赞同你的选项 待会电话就知道了 好那你的电话不要挂掉 留电话小草莓 小草莓那如果你你的配对了 你就自己坐捷运过来领哦 OK 因为你毕竟很近吧 新北线过来很快啊 新北线啊 LINE 新北 对对对对 你就坐我们的南京松江下好不好 OK好 好感谢主持人 是是是 那如果是我们希望你们答对的话 那个大家都可以来领取我们的配配包 02-250-9933 02-250-9933 哈喽你好 喂 02-250-9933 哈喽你好 喂 好电话因为 我们的线路虽然都在亮着灯 但是 可能是配的太猛了 所以就有点 不太清楚 02-250-9933 哈喽你好 你好 嘿是 请问贵姓 王 王先生台北 台北王先生 台北王先生 你觉得你的心目中的组合 柯锅 柯锅 哦 柯锅 还是锅柯 柯锅 对柯锅 好那就是 诶柯锅 对 你觉得他们会整合成功吗 我们先这样子讲好了 他说柯锅 好台北王先生 你觉得大家会不会整合 我觉得还是会整合 因为如果不整合 就是民进党 他基本反正就是有 14%的票 所以如果不整合 大家就是 毕书 对 毕书 毕书啊 对 也是毕书的 有一个人讲了一句话 是一个教授他的观察 他说郭董 会促进 在野大团结 因为大家终于知道说 我们如果不合 对不对 就一定会被 就一定不可能 赢过多数嘛 如果大家把票源分散 所以说 有人说是会把 他的参与 会让大家大团结 对 这是他只是加速 这个进程 但我觉得由他来做 这件事情 是蛮有趣的 就是毕竟他民调是最低的 对 好 可是雅虎间调 他不是最低哦 雅虎今天的 昨天他参选宣布的 即时网络民调 他并不是最低 但是 但是其他的民调 还没出来啦 其他的民调还没有出来 我们待会就有民调统计了 我们待会就会出来了 好 记得我们待会的民调很准的 因为我们是即时的 非常的 而且非常的 直接直接选问 你就是要哪一组 没有在考虑别的 也没有管你的年龄性别职业 我们就是 喂阮先生吗 喂阮先生 是 是中立嘛 对不对 是 你说你要 你希望的是 锅 猴锅配会出现 猴锅或锅猴嘛 对不对 但是哦 但是我是希望是 锅猴啦 因为锅猴比较 比较有意义啦 为什么 可以把他们两个 赖干磕掉喉咙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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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暴力 不鼓励暴力 不鼓励倒立 他笑得很开心 因为国民党不愿意换猴 所以 只有 会合锅配合出现 我们就拉锅就对了 OK 好 那我们 对我们就是 我知道了 你就是猴锅配或锅猴配都OK啦 只要是这两个人就对了 是吗 好 OK 谢谢 希望你的选择满意 但是最后有暴力傾向本人不 本才不鼓励暴力行为 对对对对 而且刚才笑得有点像是精神尖笑 哈哈哈哈 02 烧到自己心里最软的一块 02 25099533 哈喽你好 哈喽 哈喽怎么称呼 小草莓 哪里莓 新北 新北 新北不是新竹 新北小草莓哦 对 那那个 我猜 我觉得 你要支持 不是你猜 好 好 那就是那个 果栋 跟那个猴 有疑 猴 就果栋 果栋跟猴 果栋是果董吗 对对对 OK 果栋跟猴头菇 嗯 没错 一个退火 一个补 呃 我自己认为 因为我对政治 根源不深 但是我这样看他们 这一次就觉得 好像果栋 就是 那个猴的话 他的自我意识 没那么强 然后那个 如果是 克克的话 自我意识 太强了 我觉得他 没办法 当老二 对 对对对对 然后 可能国民党 要真的要团结 如果他们想要参与 这一次 好好参与选战 然后有一个人 可以 因为我们是民主国家嘛 还是以民意为主 一定要有一个人 懂得整合 好 对 明星很重要的 所以你认为整合 事在必行 当然啊 因为我们是一个民主国家 我们台湾人 我觉得台湾人 其实 就是有时候 我都看YouTube的新闻 下面留言嘛 我觉得 其实台湾人 每个人都 很热衷 就是对于民主素养 其实都有一定 有一定的基本水准了 对啊 对对 就像我们有时候 可能在 尤其是 因为我在台北市上班嘛 尤其是你听到一些字眼的时候 也许大家会情绪化的 表示一下他的意见 可是最后大家都会说 我们要爱台湾 我们要为台湾人 着想 我们什么路 什么才是对我们台湾 最好的安排 你是在那个iPad刷卡的时候 听到这些吗 不是 不是 就是 就是 还是捷运 就是从茶水间 我们会聊天 真的有茶水间哦 果然是茶水间 果然真的是茶水间 我自己 就是得认知道 因为我们家的人 我们家的人是深绿的 对 然后我是中立的 民主思想 你不要好 没有 他们家庭很民主 那等一下 你们家这几天都 带着微笑了 我爸妈不会去 干涉 我们的政治地上 没有 我是说这几天 他们是不是很开心 心情很好 我大概不是这种人 难道他们不开心吗 他们大致上也是跟我一样 我认为说 你自己观察 然后 我觉得他们会认为说 其实 某政党 其实也有好人坏人 也有烂的地方 当久了一定会有烂的地方 有大头症的人 还是 一定会 有的是人性 对啊 会不会你爸妈 其实都在 你们家的厨房讲说 你不要那些欢迎啦 就说他们有掩饰自己的太开心 会不会 我爸妈不是这种人 真的吗 那你就赶快把他说服啊 那这样子爸妈不算生理 没有很生理 那你爸妈绝对有可能会支持你的选择 不够深哦 对 但是我觉得我的观点是 什么才是对我们台湾最好的安排 没错 对我就应该要从这个方向去思考 没错没错 我觉得你的选择应该很多人 好 我跟你讲 很多人应该也会赞同你的选项 待会电话就知道了 好那你的电话不要挂掉 留电话 小草莓 小草莓那如果你 你的配对了 你就自己坐捷运过来领哦 OK 因为你毕竟很近吧 新北线过来很快啊 新北线啊 LINE 新北 对对对对 你就坐我们的南京松江夏 好不好 OK好 感谢主持人的指示 是是是 那如果是我们希望你们答对的话 那个大家都可以来领取我们的配配包 02-250-9933 02-250-9933 哈喽你好 喂 02-250-9933 哈喽你好 喂 好电话因为 我们的线路虽然都在亮着灯 但是 可能是配的太猛了 所以就有点 不太清楚 02-250-9933 哈喽你好 喂你好 嘿是 请问贵姓 王先生台北 台北王先生 台北王先生 你觉得你的心目中的组合 柯锅 柯锅 哦 柯锅 还是锅柯 柯锅 对柯锅 好那就是 诶柯锅 对 你觉得他们会整合成功吗 我们先这样子讲好了 他说柯锅 好台北王先生 你觉得大家会不会整合 我觉得还是会整合 因为 因为如果不整合 就是民进党 他基本反正就是有 14%的票 所以如果不整合 大家就是 毕书 对 毕书 毕书啊 在野是毕书的 有一个人讲了一句话 是一个教授 他的观察 他说郭董 他说郭董会促进 在野大团结 因为大家终于知道说 我们如果不合 对不对 就一定会被 就一定不可能赢过多数嘛 如果大家把票源分散 所以说有人说是会把 他的参与会让大家大团结 对 这是他只是加速这个进程 但我觉得由他来做这件事情 是蛮有趣的 就是毕竟他民调是最低的 对 好 可是雅虎间调他不是最低 雅虎今天的 昨天他参选宣布的 即时网络民调 他并不是最低 但是其他的民调还没出来 其他的民调还没有出来 我们待会就有民调统计了 我们待会就会出来了 好 记得 我们待会的民调很准的 因为我们是即时的 非常的 非常 而且非常的 直接直接选问 就是要哪一组 没有在考虑别的 也没有管你的年龄性别职业 我们就是 叶黄素要怎么选择 优活原力 叶黄素加虾红素 副方软胶囊 游离型的叶黄素 加上红枣萃取的虾红素 分子小 好吸收 我是伍戴仁如 优活原力 叶黄素加虾红素 副方软胶囊 也有素食的跟儿童专用的哦 优活原力官网 及全台各大通路 皆有贩售 或播优活原力 营养师咨询专线 0809-000-818 当我们打开 中国传统哲学的第一章 每一家都在为我们定义道 儒家有儒家之道 老子有老子之道 庄子有庄子之道 我觉得学习庄子 对我们生命中 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就是 在你开心的时候 你知道自己 要注意心平气和 在你不开心的时候 你会觉得自己 还很不够 还要继续努力 你不会在任何情况下 觉得我今天非常生气 我非常火大 你觉得你生气的 非常有道理 不会 我们学习庄子之后 这个负面情绪 要拿掉的心意 跟努力的方向 是一定有的 不逆寡 不雄诚 其实讲的都是一个内在的 心灵和修为了 蔡碧敏老师 正是时候读庄子大完结 请上网搜 滋滋献上听 大家好 我是博佑基金会 董事长唐传毅 对资源不足的 家庭孩子来说 一个公平学习的机会 能弥补先天环境的不平等 让我们透过教育 帮助孩子脱离贫穷 找到希望 翻转资源不足孩子的人生 需要您给力 博佑基金会 捐款专线 零四九二九一五零五五 爱炫耀 农民务农时 可能会遭遇到职业伤病 政府自107年11月1日起 事办农民职业灾害保险 给付种类分为伤病给付 就医津贴 身形障碍给付 丧葬津津贴等四种 以保障遭遇职业伤病农民 及其家属之生活安全 以上为劳动部 劳工保险局广告 以上就是今天的爱炫耀 独特口味的蜂蜜 每年只采收一次 更不是年年都有 今年浴荷包蜜的产量 只有荔枝蜜的六分之一 产量只有2000盒的浴荷包蜜 绝对是你送出最珍贵的中秋礼 我是蜜蜂工坊黄青黄 浴荷包蜜独家又会给中广听众 2000盒卖完就真的没有咯 购买搜寻蜜蜂工坊 购博0800300626 0800300626 音乐新潮流 大红牌 猫咪灵巧 狗狗热情 就像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特质 找出自己特有的存在吧 我是欧阳娜娜 02-2509-9933 我们今天茶水间的主题就是最终再也会怎么合 如果你今天猜对的话 11月我们会把我们的佩佩包给你 送到你家如果你猜对的话 02-2509-9933 哈喽你好 哈喽 怎么称呼 我是艾丽丝 哪里的艾丽丝 宜兰 宜兰 宜兰喔 好 艾丽丝小姐 请问一下 你觉得 你要 你希望的是什么样的组合 我希望郭柯佩给大哥一个机会 郭柯佩吗 给大哥一个机会 对 我觉得他已经很努力了 谁 郭大哥 果冻吗 OK 对 好 谢谢艾丽丝 那电话不要挂掉喔 我们要留你的电话 如果是配出来 我们要把我们的佩佩包送到宜兰给你 OK 好 刚刚的宜兰的艾丽丝是说是郭柯佩 好 02 2509 9933 再也怎么配 哈喽你好 喂 哈喽 请问怎么称呼 我是高雄小飞 高雄小飞 是 来 请问你心目中的组合 我刚想了又想 觉得郭侯佩是最好的 郭侯 郭 对 郭侯佩 因为郭本身他没有政党 但是侯有政党来支持 然后呢 一个安昧一个攘外 是 完美的组合 对 大家也是这么希望吗 我们来看一下 待会我们统计出来 好呀 你说是郭侯佩对吗 对 好那高雄王小飞喔 是 电话不要挂掉喔 好的谢谢 如果11月如你所愿 我们的佩佩出来了 就会送你礼物 02 2509 9933 02 2509 9933 希望大家 你觉得你心目中的组合 是怎么组合 然后我们会 我们今天的即时民调 目前 已经有几通了 也算是 非常的民主的投票 而且女生比较多 02 2509 9933 你希望怎么配 Hello你好 喂 喂你好 022509 9933 Hello你好 我觉得好像是那个 其实是应该有电话 只是不知道声音出不来 022509 9933 Hello你 哎呦 吓我一跳了 好 好 凡事我没接到 我都把它算一了 就是这样子 022509 9933 Hello你好 Hello你好 我是桃园的Emily 好桃园的Emily Emily 你希望是什么样的组合 我希望在郭大哥的整合之下 柯猴可以配 这样才会有声率 哦 柯猴配哦 对 这样才会有点难 其实你知道吗 刚刚这样选 连我头都昏了 你知道 我觉得你们好厉害 你知道 连我刚刚 我这样子一直听 我头也昏了 你知道 所以你觉得要 我心里面已经盘算很久 所以也很希望 柯猴配就对了啦 希望 对 算算最高 这样子大家的利益都可以获得 还可以下架 对 爱茉莉嘛 对 爱茉莉 爱茉莉我跟你讲 你的电话不要挂掉 我们要留下 爱茉莉的电话 如果是如你所愿是 柯猴 猴柯配的话 对不对 我们就会把 配配包 福袋送到你的 你是宜兰吗 没有 是桃园 桃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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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好 桃园 桃园的那个 应该算是 新近人口数 入户口数最多的 新增最多的一个现实 02 02 099 99 33 哈啰你好 三四四 没有声音 096 337 The Sound of Silence 02 02 02 1099 33 哈啰你好 你好 嘿 怎么称呼 姓蔡 哪里的蔡先生 张华 张华蔡先生 心目中的组合 怎么配 我最希望是侯科配 侯科配 你觉得胜算最大吗 对 没错 好的 所以你谁赠谁赴不重要 对啦 对的 赢啦 要赢啦 对对对 那你要那个 留你的电话 不要挂掉 张华 张华的蔡先生 支持的是侯科配 02-250-9933 哈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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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称呼 曾太太 哪里曾太太 桃园市八德区 我周末才去那里 好 好 来桃园 桃园我最爱的啦 我都去 你来这边吃美食是吗 对对对 没有 我最常去的是中立凭证 你知道 中立凭证都没有 你什么你喜欢吃的东西吗 很多啊 你们那边美食很多 现在我们先不讨论美食 我们先投票 快点来来来你的组合 曾太太 我本来是讲说那个侯锅配啦 我现在想说应该是侯科配 哦 还是 所以其实哦 这中间都还是会变的 因为你一直要讨论出一个 你认为最好的胜算 嗯 对 所以你 我本来是讲侯锅 我现在想说应该是 应该是侯科配 侯科配 好 那中立的 中立 桃圆巴德的曾太太 对 侯科配 侯科配 好 那中立的 中立 桃圆巴德的曾太太 对 请你不要挂掉电话 如果我们佩佩出来了 好 我们会 你答对的话 我们会把礼物送过去 如果你答对哦 OK 好 02 当国民党当主席 哦 也就是说你三个都不愿意放弃 对 因为国民党没钱嘛 然后郭台铭去当主席 刚好又有钱 诶 但我听不清 你心目中是侯科 可是你觉得会侯锅 我心目中是侯科 大家都不问了 侯科 但是我要压的是那个 你压的是谁 压宝的是侯锅 好好好 OKOK 来来来 他压宝的是侯锅 对 因为这个牵涉到我们的 科不太可能整合里面啊 对啊 因为我们牵涉到这个佩佩包 要你答对了 我们是要送到 哎 你是住在那个 新北 新北 新北就如果你的 如你所愿 记得佩佩包要自取 好 过了 没问题 那留下电话 先不要刮掉 好 你看真的 大家的 这个那么多的 那个谐音字很多啊 02 02 09 99 33 哈啰 你好 喂 喂 好我们该其实已经差不多可以做出一个统计了 02 02 09 99 33 哈啰 你好 好因为这个这个电话今天有声音可能会陷入的关系 所以我们一直没有办法接到其实投票的人是非常非常的多 哈啰 你好 哈啰 台湾有康姿先生 哈啰 苏姿先生你选谁 没有啊 这是那个总统选举哈 哎 哪个配 你要赶快先讲 中国国民党一定要坚持国民 国民党 哪个配啊 你要讲什么配 就是说国民党要自己 那个 那个 猴郭还猴柯 猴郭还猴柯 看那个国民党的副总统 哎 这就是说国民党的副总统 这就是说国民党的副总统 这就是国民党的副总统 但是你就会 que到你住人之上 这就是说国民党的副总统 也就是国民党的副总统 各种各种主编副总统